来 小蝶 抽一个 我抽一个 看一下 最憋笑 我最憋笑的一次 就是跟与琪吵架的那一回 那个是又荒唐又憋笑 就是因为你看 我不顺眼很久了 是不喜欢干净 一个口红 一个色号 很多大家 很多女生都可以用 那你为什么就觉得 是我用的那个色号 是我偷的呢 你那口红色 跟我的能比吗 一样的色号 就是喜欢那谁 送我那口红那个 就是因为 谁呀 你说谁呀 谁送你的 而且我用这口红色号的时候 是我先用的 她偏偏要说是我偷的 我先用我的口红 我来偷她的口红色号 我涂点啥呢 我跟你说 张雨琪不可能 全世界只有一支口红的 我就是觉得 她为什么老针对我 我并没有针对你 找到了 别吵了 有意思 你们都别看一看 我那个手啊 和我那个大腿 都已经快把自己掐烂了 刚控制好自己情绪 然后雨琪说 李童就请拿我口红 因为这是口红 全世界只有一支 但是我那个口红色号 就是全世界唯一特定的 而且我发现 而且我发现 小雨姐在吵架这种场面 入戏贼快 抓一秒钟 拎着我就出去了 还有今天雨琪姐 那个假装跟技术部吵架 我也逼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每次找你们工作问题 你们都不解决 现在电脑又坏了 我们又连不上了 每次我们的总监 过去找你们都不解决问题 为什么 你们不是这个公司的员工吗 算了 请问你不是这个公司的员工吗 你会觉得有那种 吵架没吵赢 重新想再吵赢 它不可能 那不能有 你应该不会吧 我现在说的是 厂家没有对手 多人都吵 对 没有对手 可以放过 你们那张艺人一个 抽一个 最伤脑 同志们 最伤脑 伤脑的食物也太多了吧